现在是早上五点 现在天外面还是黑的 但是呢 我们今天要去 这是华盛顿DC 然后去接接 我来我来 好嘞 Good boy Good boy OK OK 好好 因为 我们从这 我们这到华盛顿DC的话 可能要五个小时 然后要接机的话是要 降落的话还是十点多吧 然后出关什么的 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早点走 然后就不停的开 两个人晃着开 然后在那边住一晚上 然后第二天 就礼拜天再回来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可能有点会不一样 因为 大家都知道现在巴以冲突 我估计华盛顿那边 会有很多人游行 然后我们住的酒店的话 就在离白宫不远的地方 0.8M的地方 好了 现在的话就 因为快到五点了 我们准备是五点钟出发 所以说现在就要收拾东西 把东西搬到车上 然后开始 然后就准备出发了 然后到白宫的时候 接完机的时候 再跟大家拍个视频 然后我们在白宫那边 可能要待一段时间 大家想看看到处走走 之前去了一次 不是很就是没有停车下来吗 因为找不到停车位 这次的话我们有时间可能会 就是把白宫附近的东西都看一下 好了现在开始准备出发 我们现在已经到 你看10点40 开了五个六小时吧 现在我们在这个杜勒斯机场的那个parking road 是可以免费停车的 但是这个parking road的话 就是你能不能离车呢 如果他发现你人不在车上的话 你到时候会被拖走的 你看那边我不知道看到的清楚没有 那时候塔台那边 到时候我那也是那边的terminal 就是到时候接到了之后 我还得开过去 好 就是我们已经 顺利到达这个Washington DC了 就是接完我丈母娘之后 然后我们就直接可能去那个酒店 我们 都是看看就是华盛顿的酒店怎么样 我是用那个免费的积分换的 就是用那个忘号的信用卡 每年的话他会送一个送一网上 我正好的话是差不多10月份就要过期了 现在是10月14号嘛 所以说正好用完 到时候看看那个酒店怎么样 好了现在我的话就得耐心的等着 而且不能离开车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华盛顿的这个纪念 纪念过 这种Monument 这个还是挺 雄伟壮专业的 现在我们从这里走上去的话 需要一点时间 看 我一会看 找一下那个Forexcar里面的那个泳池在哪 这个可以进去吗 这还估计得花钱 一会我们到上面再看看 我自己拍一下 就在这个Monument 下面的话 他正对的话就是一个是白宫 看这个是白宫 白宫 他们是在一个一条线上的 然后这边的话 应该那边的话就是林肯的 经典堂 然后还有一个水潭 也不是水潭吧 就是一个像水池一样的地方 在那个Forexcar里面的话 有很经典的一幕就是那个Forexcar 然后和那个Janny的话 在里面拥抱 这个还是挺那个 挺震撼的 嗯 你想要进去吗 什么价格 我不知道什么价格 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 进去的话 进去这个Monument 里面有多少钱 看 白宫 O 现在我们这个已经进不去了 好了 这个 显示了就是 自由需要辐射的代价 就是需要雪的代价 看这边的话 可以看这个 这个 Monument更 雄伟一点 说实的话 来到美国这样的国家 还是挺震撼的 然后这周围的话是各个州的那个名字 我们的州的名字在那边 在那边 接下来我们要去那个林肯纪念馆 我们进到这林肯纪念馆里面 人还是挺多的 也挺正常的 其实他现在在这装修 如果在这边看的话 应该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要去看 这也是最好的 好开 好了 以后我们回去 然后去白宫那边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看一眼 不走 哎哎哎哎 艾德文不走 不走 哎艾德文 这就是白宫 我们没有走到后面去 走到这个正面 没地方走 刚才说错了 跟那个曼泉门一条直线的 应该是国会上 说错了 白宫的话 就是这么一种建筑 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 这就是美国总统工作生活的地方 哇 上面还有狙击 难道还有狙击的吗 看上面有轮 在上面 守卫 房顶上有轮 还在守卫 好了 现在我们就回家吃饭去了 回宾馆吃饭